同學好 我們今天進入泌尿系統 首先先講它的方法 泌尿系統包括 腎臟、疏尿管、膀胱 主要的器官是這個腎臟 腎臟的功能包括 調節體內的水跟無機眼淚的平衡 它會將蛋洩後不需要的物質 由血液排到尿液中排出體外 此外它也會移除外來的chemical 像說藥物之類的 它也有糖質新生的作用 然後它會分泌一些荷爾蒙 包括紅血球生成素 就是調控紅血球生成的 然後腎素 這個是可以調控 產生Ng210C Ng210C是可以 影響血壓跟鈉 平衡的 然後維他命D3 然後維他命D3 是調節鈣的平衡的 這個圖是講腎圓 裡面的molecule 它的這個移動 上面紅色這一條管子 是腎臟裡面的血管 下面是腎臟裡面管腔的部分 腎臟排泄的作用就是 它會將血液裡面的物質 排到管腔裡面 然後形成尿液排到體外 有分成幾個區段 第一個是這個腎絲球 它是 它是這個 微血管的一個構造 網狀的微血管構造 這個部分它就可以進行 過濾的作用 血液中很多的小的物質 還有 那個水分 就會被過濾到 這個管腔 這個包式囊的地方 然後這一些 濾出液就會有著包式囊 然後流到後面 Tubule的地方 包括進區小管 橫密四環 然後遠區小管 緊尿管 然後最後排出去 那這個在 這個腎小管的地方 它會再進行 這個Reabsorption 就是再吸收的作用 裡面 很多的液體 跟一些分子 大部分都被 在吸收 回去到血液 然後也有部分 分泌的作用 這就是利用主動運輸 將一些物質 從血液 血管中 分泌到這個 腎小管裡面排出 然後最後 最後形成的液體 這個就是尿液 另外一種 這個 表現的方式是這樣 因為不同的物質 它 這個 排泄的方式不太一樣 像第一個這個S的物質 它會有 它是會 濾出到這個包式腦裡面 然後而且它有 這個 分泌的作用 所以就這樣 它兩個來源 將它排出 到尿液裡 那這個Y的物質 它有 再吸收 的部分 就是 過癒之後 其實有 很大部分 是再吸收 回去的 剩下少部分排出 然後這個Z的物質 則是 大部分都 再吸收 沒有排掉的 這邊就是比較 類似血糖 糖類 那這是尿液的組成 尿液大部分是水 然後占百分之95 然後裡面有很多 這個代謝後的 這個Waste 含氮的 衛氮的 這個 ULEA尿素 這個是 氨基酸代謝之後的產物 然後 ULEAX核酸代謝之後的 含氮肥乳 還有 葵金銀 那個 基酸代謝之後 這三個 是主要的 含氮的 Waste 然後 離子 也有蠻多的 就是 鈉離子 甲離子 油酸 跟鈴酸 跟這些 那 過濾 如果假設 過濾 腎臓過濾 1800克的 綠花納 其實大概只有10克 會 由尿液排除 其實大部分 還是再吸收 回去 這邊是比較詳細的 一個比例 其實 佔蠻多的是 這個 ULEA尿素 所以它主要 要排除 這個Waste 我們講一下這個 含氮的 Waste 它講了這三個 其實還有一個 是 這個 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是 氮基酸 這個 它是有 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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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性 比較低的 這個 這個 ULEA尿素 那 ULEA 是剛剛講過的 核酸的帶 代謝藏物 這個 Quitinine 是Quitin Fosuric 就 畸酸 兩個 畸酸 脫掉一個 水 變成一個 鮮乾 就是Quitinin 這樣 那 血液檢查裡面一定會有一個項目 這個BUN它全名是Gradurion Nitrogen 就是血中的尿素蛋 它就是這個尿素裡面的N的部分 那其實就是指尿素的意思 那這個BUN 血中的BUN如果過高 代表血中的尿素沒辦法透過腎臟排泄到體外 會造成這個氮血症 就是UEL偏高 那這代表腎臟它的功能已經變得比較不好 那如果更加嚴重的話 UEL偏高到很高的時候會形成尿毒症 那這個通常就是腎臟已經衰竭了 因為就是說幾乎沒有排泄的能力 它會產生的症狀像嘔吐呼吸 有些心理不整這些 然後這個治療的話就是用血液透析 將血中的尿素把它排出體外 那尿液檢查是 它有很多項目 一個是聚觀的情況 像是它的味道 那鳥裡面是有含這個 阿摩尼亞 所以它有阿摩尼亞的味道 那PH大概是偏弱酸 4.5到8 平均是6.0 然後比重是比水高 因為它裡面 剛才有看到 5%的容值 算是 因為這5%的容值 它比重是比1.0還高 大概1.01到1.03之間 顏色的話就看 吃的東西受到 吃的東西影響很大 那就是味道的部分 糖尿病的病人 因為它是有脂肪酸的代謝 產生這個acetone 所以是有的acetone的味道 那有一個這個尿崩症 尿崩症它就是尿味比較多 如果有吃一些甜菜 一些紅色的植物 它也會變成紅色的 這個是甜 好像 這個尿崩症 它是腦下垂體的問題 這個是腦下垂體 因為腦下垂體 它分泌不足 分泌這個ABH 如果分泌不足的話 會使得這個 因為這個ABH 就是抗力尿緊速 那它會使 調節腎臟的排尿 排泄 如果這個有問題的話 它尿力就會 產生比較多 就會形成尿崩症 它雖然名稱上有Diabetes 可是它其實並不是糖尿病 它主要是腦下垂體的問題 那這個顏色 主要的是 U2-Chrome 它這個是黃色的 它是血紅素 那你如果吃了一些食物 像這個甜菜啊 紅色的 它會變成這種紅色 就是這樣子 它吃進去就會排掉 還有一些維他命 維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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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水喝不夠,尿就變得比較濃,比重會比較高,1.03 顏色也比較深 剛才講的這個尿崩症,就是會比這個還要淡 主要就是腦下垂體,可能是受傷或者是Tumor 那你如果尿液長期間是比較濃的狀況,這個時候比較容易產生結晶 結晶在腎臟就是腎結石,腎結石發生率還蠻高的 在美國大概1000個住院裡面有七到十個是因為這個腎結石 這個目前是增加的速度蠻快 這個腎結石卡在這個陣上,這個腎魚這邊,它也可以順著塑尿管這樣排到膀胱 那如果拿出來的話,形狀會像這樣 其實它表面是,就是不是圓滑的,是這個 因為這是結晶嘛,這個都蠻尖銳的 對於這個腎臟的這個腎皮表面都是一種傷害 這個腎結石它是蠻痛的,這個被造成這個很強烈的這個夾痛 就好像有東西夾著你的這個身體裡面這樣子 這個就是腎結石,大又小 這是尿液檢驗使用的飾紙 它是一種乾性的化學反應 這個綠紙上面,然後你如果尿液沾濕了之後 那裡面的物質就會跟它產生化學反應 那這個顏色會改變 那一開始它的顏色就是最下面,最下面這一排 那它可以吃了蠻多種物質的啦 像這個是白雪球嘛 白雪球量越多,它顏色就變得越多這樣子 然後再用光學的方式 用機器可以去測,有點半定量 那接著就介紹一些尿液裡面不應該存在的物質 像這個蛋白質,血液中最多的蛋白質是白蛋白 還有阿比歐濕 那理論上它分子應該是比較大 沒有辦法在這個腎絲球過濾的時候跑到血管外面 可是可能如果腎絲球有一些受醇的話 它會被過濾過去,然後就在尿液中會被測到 那像是阿比歐濕 主要是應該是protein那個地方 就是它代表是主要的protein 如果理論上應該是測不到的 那如果有些洩漏的話 就會這樣子 代表腎臟的已經有受損了 那第二個不應該被測到的是這個google 是這個google 那因為 嗯 因為google等一下之後會講 它其實是會有再吸收的作用 理論上應該要完全都 再吸收回去 那可是 如果血中的google太高的時候 沒有辦法完全再吸收 這時候就會 在尿液中可以測到這個google 那原因可能是就是你 泛水會有核霧吃太多啦 然後壓力的狀況下 或者是病理的就是有糖尿病的情況下 這個 尿中就會有這個google 那再來是 那再來就是 糖尿病 會有一些 Ketone body 那它也會排到血液裡面 那被測到 那就是使用這個脂肪 這時候 會產生的這個代謝物 然後 嗯 紅血球的話 或者是 血紅素 紅血球裡面的血紅素 這些也是 不應該 在尿中被測到 那尿如果那個 腎臟受損的時候 就有可能被測到 那這邊寫了一些 嗯 就是 血紅素尿 紅血球 賴死掉裡面血紅素跑出來 那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那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這個 龍血性 貧血啦 輸血反應啊 或是 燒傷 再來就是 腎臟 疾病 前面就是 因為血紅素 呃 產生的比較多 然後這個腎臟疾病就是 它 可能 受損 就過濾出去了 那 還有 這個 呃 呃 膽色 就是這個 膽色素尿 那 當然 肝臟疾病 或是 像是肝炎肝硬化 它 呃 它 會有比較多的這個 膽色素 那 也會排到 這個 這個 尿液裡面 那 白血球的話 就是 有些感染 的時候 就是 有些微生物 那 白血球 也會 穿過 血管壁 然後 到 這個 泌尿道裡面 所以 尿液排出來裡面 也有白血球 那 這也是異常的一個 的 一個 東西 那 此外 尿液裡面 有時候會看到這個 柱狀 的 一個物質 這個 Cast 然後是 呃 就是 有一些蛋白之類的東西 然後 是所聚集 形成的 然後 因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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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尿管 這管槍 是長型 所以 它會被塑造成一個 狭長型的一個物質 就是 柱狀的一些物質 那 這個Cast 裡面 還有可能有一些細胞 像是 你如果同時 尿液中有 WPC的話 那這些 WPC 可能會附著在 附著在上面 或者 然後 紅血球 也有可能 在這個 東西上面 那 如果是 排了很多的 非DH 的話 也可能 成為非DH 的Cast 那 這代表是 腎臟 有受損 那 前面是 簡單的講一下 尿液的部分 那 接著就介紹 這個腎臟 那 稍微 就是 複習一下它的 解剖的構造 那 腎臟 這個 泌尿系統 就是 有腎臟 它是一頓的 KONER 剛剛也有講 然後 腎臟下面 連著是 塑尿管 然後 兩條 塑尿管 最後會 會遇到 單一的 膀胱 膀胱下面 有尿道 就是 將尿液 排到 這個外面的 那這尿道 男生女生的 結構不太一樣 那 因為結構不太一樣 所以 感染的 這個機會 也不太一樣 女生 就是 尿道比較短 所以比較容易 有些感染 會逆向 往上 這個 進到 這個 這個 滅尿系統 裡面 那 男生的話 尿道比較長 所以 有尿液的沖刷 比較不容易 這個 滅尿道感染 那 這個是 腎臟的位置 他 左邊 比較高 右邊比較低 然後 相對於 肋骨的位置 差不多是 這邊 所顯示的 腎臟這邊 中間 有個 腎魚 連下來就是 輸尿管 輸尿管 是一對的 最後連接到 帶一個 膀胱 好像是尿道 這樣子 那 這是 CT scan 很 很 很切面 然後 這兩個 是 腎臟 中間是 脊椎 脊椎的 兩側 MRI的圖 這邊 看出來 這兩 兩塊 是腎臟 腎臟由外而內 這個是腹腔的部分 最外面一層是 這個 FASH 這個是比較 堅硬的 一個結晶組織 保護腎臟 然後 中間有一層 脂肪組織 然後 這個脂肪 可以 操作 有緩衝的作用 它 就是 有保護的作用 那 裡面 這個 裡面還有一層 膜 這個 Nino calcium 然後 這一層 結晶組織裡面 包的就是 皮質層 腎臟的皮質層 所以 這個 保護的 外面的膜 只要有這三層 結晶肚肌 腎臟如果放大來看 就長這樣 大概長10公分 寬5.5公分 厚3公分 中間是一個 凹 凹陷的地方 這個是腎門 這個是腎門 那 剛才說 皮質層 大概是腎臟 就是 外 比較偏外側 一公分厚的地方 看一下就是這個 皮質 大概 一公分 顏色會比較淡 然後 顏色淡的部分 還會 往內 延伸 這個顏色 往內延伸 這個叫做 Reno color 那 你看 這個 顏色 裡面有顏色深的部分 這個是 這個是水質的部分 那 它 一個腎臟 其實也有好幾頁 顏色深的部分 那這樣 三角形往外 又叫做 腎椎體 你知道這個三角形 往外 那其實這個 它的 尖端 就是這個 Reno puppy 這個是接到 這個 腎椎的這個 Reno puppy 每一個三角形的尖端 是接上一個 那這邊是 把 這個腎臟的 裡面的腎圓 把它標示出來 黃色的部分 這個是 色 然後這個 極妙館 最後 末端 就是接到 這個 剛才講這個 在用Papilla 地方 這個 這個尖端的地方 其實是 接著這個 小聖站 這個 第一個 這個白色的 這個小聖站 好幾個 小聖站 會聚合成一個 大的聖站 那 這是大的聖站 然後最後 再聚集 到 這個 形成這個 聖域 比較寬闊的地方 然後再連接 就是 書尿管 這個是 剛才 這個 水質的部分 就是 呃 它有 包括 Neno-Column 然後 如果 Neno-Column 會將 這個水質 大概分成 六到十個 這個 聖椎 體 就是 這個 比較淡的 Reno-Column 然後將這個水質 就是 皮質成 一公分 下面 就是 水質 然後水質 裡面又有比較淡的 這些 就是 Reno-Column 會將水質分成 六到十 十頁 這樣子 這個三角 就是聖椎體 三角形 那 往外延伸的話 這一塊 就是 這個聖椎體 然後 我們的階段就是 就是 叫做 Reno-POPPY Reno-POPPY 裡面就是 剛才講的 小聖戰 然後小聖戰 再連到大聖戰 然後 再來是 聖域 那 聖戰裡面 所謂的 這個LOG 就是 一頁一頁 就是 那個聖椎體 那個聖椎體 延伸到 皮質的部分 就叫做 一頁 就是聖椎體 往外延伸 這樣子 算是一頁 聖椎體 是這個三角形 是比較深的部分 那 接著再講 這個 血管的部分 公益腎臟的血管 動脈 是這個 聖動脈 這個 聖動脈 然後 流出 的是 聖經脈 他的聖動脈 有 從這個聖門這邊 進入 然後 然後 沿著這個 聖動脈 往上 聖動脈 這一區 段 他的名字叫做 interlober artery 他剛才講說 Reno 就是聖裡面 一頁一頁 就是 以這個 聖椎體 往外延伸 這樣算一頁 所以他就是在 每頁中間 往上 每頁中間的 Reno color 往上 所以 他就叫做 interlober 的 artery 然後 並排的是 那個 band的部分 然後 往上延伸之後 他會到 這個 聖椎體上面 開始 橫向 彎過來 很像 彎過來 就是這邊 B的部分 所以 他是比較 圓弧狀 像一個 公的樣子 所以 是 accurate artery 然後 這 accurate artery 他會 往上 或往下 分支 但 往上 往下 這分支 會變比較細 這個就變成 interlober 這個 artery 或 vein 這邊 有 這個 文字 迅速 剛才想 interlober 就是聖頁之間的 這個 artery 然後 到聖椎體上面 變成 橫的 accurate artery 然後 再分到 細字 可以往上 到 皮質裡面 是 叫做 interlober 這個 interlober 可以在 再來 他會接入 這個 傳入 的 小動脈 再來 是聖石球 再來 傳出 出來的 出球的小動脈 那 這個時候 如果是 往下 比較接近 那個 水質的部分 這個 它會接到 這個 visa veta 如果不是 visa veta 的話 它就是 接到 peritubule 的 category 我們 我們 看這個 圖 看這個 圖的 介紹比較快 剛才 這個是 Accurate 的 artery 然後 往上 到皮質裡面 分 像 這邊 這個是 分到 這個 這個 interlober 會 再分之 就是 這個 傳入的 小動脈 進 聖石球的 小動脈 就是這一段 然後再 進去就是聖石球 那這個部分 是微血管 再來 微血管之後 它不是接 靜脈 而是接另外一段 動脈 這個是 出球的 小動脈 那出球的小動脈 它 再來就是 接 這邊的 微血管 就是 peritubule 的 category 這個是 在 比較靠近 水質 比較靠近 皮質的 聖元 是這個 peritubule 就是 纏繞在 近驅小管 周圍的 這個 微血管 如果是比較接近 水質的 聖元 像這邊 畫的 它 出球小動脈 之後 就是 接這個 visa rata 它是 它也是一個 微血管 網路 可是它 跟這邊 不太一樣 它是 比較拉長 所以它 這個名字叫做 直動 直血管 就是 比較直 這樣子 那它是 跟 這個 聖小管 這個 亨利之王 是 硬牌的 那這個 比較靠近 水質的 聖元 它的聖小管 它是 會 深入到 這個水質裡面 旁邊的 血管 這個 visa rata 跟它 硬牌 就是 這邊寫的 就是 出球小動脈 就會分 兩種 然後 比較靠近 這個 水質的 聖元 是會變成 visa 那比較 靠近 皮質 是 走到 這個 那這個 微血管 之後再接 進脈 以這個圖來看 剛才就是 有 AB兩種 聖元 出球小動脈 接著 微血管網路 一個是殘在 靜區小管 附近 靜區小管 靜區小管 Tubular 是指 靜區小管 好 那這 在 靜水質的聖元 則是 往下 變成這個 visa rata 比較 長型的 微血管網 接著 它 會接上 這個 靜脈 Lobular Van 然後 Accurate Van 這邊是 這一段 在皮質 裡面 Van 或者是 在水質裡面 Van 然後 再來就是 回到 Accurate 這個 弧形 弧的 Van 再來就是 回到 腎柱 Interlobular Van Van 然後再來就是 VanoVan 就是 腎靜脈 出去 血管的 網路的部分 那 剛才講的 有 兩種位置的腎圓 皮質的腎圓 其實比較多 佔 大概 85% 他的 特色就是 他腎圓的 loop 比較短 這樣子 這一種 他的 loop比較短 他大概 剩下 15% 是在 接近 水質 在皮質 水質之間 的這種 腎圓 佔 15% 然後 他有 比較長的 這個 路 他 旁邊的 微血管 是這個 Vesara 對他 那這個 就是 剛才 進水質的 聖元 他的 這個 示意圖 就是找這樣 他的loop比較長 那這個 這個 loop 到 遠區小館之後 這個 解尿館 然後再下去 解尿館 解尿館 最後到 這個 這個 Raino Puppet 這邊 連到 這個 小聖戰 這裡 一個腎臟 大概 有 100萬個 腎圓 然後腎圓 就是腎臟的 這個 功能 的 單位 所以 腎臟 他的 Function 就是 由 這個 每一個 很多 100萬個 腎圓 的 加種 其實 每個 單一個 腎圓 他就已經有 完整的 腎臟 功能 他就是 包含的 血管 的部分 跟這個 管腔的部分 剛才講的 是 血管的部分 血管的部分 就是 剛才有講過 就是從 這個 interlobular artery 進球的小動脈 進球小動脈 就是聖詩球 這個球 就是聖詩球 的意思 他是一個 威脅官網路 這個 聖詩球 他功能 大概就是 過濾 過濾 的功能 這是 卡通圖 畫的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就是 過濾 進球 這個 interlobular artery 分支出來 這個是 進球的小動脈 再來是 聖詩球 聖詩球 外面包的 就是這個包式 然後 聖詩球 出來又一個 粗球的小動脈 這個粗球小動脈 再來就是 他 第二個 這個 微血管網路 像這邊 這個 聖元 應該 這個 這邊聖元應該是 比較 皮質的聖元 你看他圍繞的是 這個 這個 近區小管 周遭 然後 然後 這個 Purtubular 的 這個 capital 再接回來 就是 這個 interlobular vein 然後再 再回流 那 這個是 血管的部分 管腔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首先 是 原於這個包子 包著 這個聖詩球 它 是 上皮 細胞 這個 微血管 它是 內皮細胞 那 這邊管腔的部分 就是 上皮細胞 那 這個包子囊 這個是 這個 就是血管的部分 管下的部分 首先就是這個包子囊 它是一個杯狀的形狀 它的 它是 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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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面 兩層 牆的 他 包著 的 聖詩球 那 拋聖郎之後 接著 是近區小管 好 這個 這個 近區小管 主要 就是在 腺臟 皮質的地方 接著是 這個腎圓的loop就叫做這個亨利式環 它是一個U形的loop 就是會往下然後再往上 然後往上之後接的就是遠區小管 這個遠區小管也是會在P值的地方 然後遠區小管之後再往下是急尿管 一個急尿管可以接好幾個腎圓的遠區小管 這邊寫大概最多可以到八個腎圓 這個示意圖就是這樣 包式囊進去小管 這個亨利式環遠區小管 這樣算一個腎圓 然後這樣再回去 這個是急尿管 接著再講尿液的形成 它形成大概可以分幾個步驟 它都這邊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步驟是先過濾 在聖絲球這邊 血液到聖絲球它是微血管 那它有一些物質就可以濾出到它外面包著這個包式囊裡面 這一個步驟叫做過濾 是第一個步驟 那到包式囊之後這個濾出液 會再流到後面管槍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近曲小管 然後亨利式環 在這些腎小管裡面 它會進行再吸收的作用 就是物質和水分 它會從管槍裡面被再吸收回到血管 這個再吸收 然後在管槍的這個部分 也會有少數的分泌作用 就是主動將血管裡面的物質 主動的分泌到這個腎小管裡面 來排除 那最後到急尿管的時候 會有一個水分再吸收的一個作用 所以在急尿管這邊的尿液它會再次 就是水分會被吸出來 裡面的溶質會變濃 這個是尿液濃縮的作用 這是最後一個步驟 那示意圖大概是畫這樣 第一個過濾就是在聖絲球包式囊這邊發生 就是聖絲球裡面的物質 濾出到包式囊這邊 然後這個濾出液到腎小管 這邊會有再吸收跟分泌的作用 然後到急尿管的時候 會再次很多的水分會再吸收 那最後出來的尿液就是會比較濃一點 那尿液形成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有過濾 它的定義是 它的定義是 將物質過濾 從血液過濾到包式囊裡面 那有一些小分子可以通過 大分子不行 那它的機制 主要是透過這個壓力 它是不需要耗ATP的 不需要耗能 這個不需要耗能的 還有一種壓力 還有一種壓力 是這個滲透壓 是因為雪漿裡面的蛋白質 它沒有辦法過濾過去 所以 雪漿裡面的蛋白質 產生滲透壓 是比較高的 這邊滲透壓比較低 所以水應該會往滲透壓高的地方來移動 這個是往聖絲球這邊的壓力 它有29 那把60-15-29 還剩下16 所以聖絲球往包式囊這邊的壓力 還有近16的壓力 所以水 它部分還是會往包式囊這邊來移動 包括水分子還有一些小的分子 那這個是過濾的這個力量 那過濾的這個路徑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從這個細部的結構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路球小動脈 然後進去之後這個就是聖絲球 聖絲球你可以看到它外面附的是包式囊 聖絲球本身是微血管 它由單層的內皮細胞所組成的 那這個微血管外面附著 你可以看到包式囊 剛才講包式囊有兩層 這個比較容易看到的一層就是外層 這是叫做包式囊的壁層 包式囊其實還有一個內層 你可以看到這邊往內 從這個聖絲球圍雪館延伸過來 包覆在聖絲球圍雪館外面 這個黑黑的這個也算是包式囊的一部分 它是包式囊的障層 那這個包式囊的障層 它也是上皮細胞 不過它的形態比較特殊 可以看到這邊畫的是像有很多腳一樣的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Potosome 就是像很多隻腳的形狀 那這個聖絲球有大概幾層 這個最內層就是內皮細胞的部分 這個內皮細胞 它這是屬於孔狀微血管的一種 就是這個微血管的內皮細胞 然後其實細胞肌是有一些洞的 這個就是比較大的洞 它可以增加這個 這個 這個通透性可以增加100倍這樣 一些小分子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蛋白質可以通過 那接著這個內皮細胞之後 就是這個Base Membrane基底層 它是沒有細胞的結地組織 包括卡爾卷跟Gracoprotein組成的 那如果從這邊看比較清楚 所以內這一層就剛才講的 甚至屬於內皮細胞層 它是孔狀微血管 而且細胞細胞間其實有一些小的一個孔洞 那這個內皮細胞之後 就是Base Membrane基底層 那就是卡爾卷跟Gracoprotein形成的結地組織 它是一個網狀的一個結構 那這網狀結構代表中間有一些小洞 所以除了物質 血管內的一些液體和小分子 可以從這個微血管之間的洞出去 然後再到這個基底層 經由這個基底層的過濾再出去 第三層這個就是包式囊的障層 都會講包式囊的放成Podoside 又講什麼竹細胞 它有很多這個角的 很多隻角的形狀 可以看到它這個細胞這樣長長的 可是它左右那些長長的凸起 那這些凸起之間都是 就是有些空隙 所以物質就會經由剛才講的壓力 剛才有講說有正16毫米孔度的壓力 在一個擠壓之下 一些小分子和水分 就通過這些低層這個內皮細胞之間的洞 然後再經過Based Membran 這個網狀結構的結體組織 然後小分子就可以再通過 最後再經過這個 包式囊障層的Podoside 之間的間隙 就是這個Podoside它 這個竹狀構造之間的這個間隙 這樣子穿過 經過這樣子的層層阻攔 所以一些大分子是過不來的 那像說這個 血漿裡面的RBOMI應該是過不來 所以如果尿液中有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異常 所以有一個標準 每天如果大於250毫克 排到尿液中 就算是異常 然後還有紅血球裡面的血紅素 這個血紅素 這個蛋白質也是過不去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再吸收 那再吸收的定義 它的方向就跟剛才過濾相反 變成從管腔中回到血管 就是Tubular裡面 回到這個微血管 圍繞在這些Tubule之間的微血管 就剛才講的 比如Tubular Cadillum 或者是Vessarata 這兩種微血管 那這個再吸收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量其實非常大 你看如果比對尿液裡面的這個成分的話 最主要這個水 你可以看到它再吸收的比例其實高達99% 代表你如果過濾100的水 其實有99的水是在吸收 它只有1%是留在尿液裡面的 那除了水以外 其他物質甚至 你99還要高 那這骨口值其實是100%會被再吸收回去 那這個Uria 我們主要產生的廢棄物 其實它也有50%的再吸收的量 相對於其他的物質 它再吸收50%算是低的 那有一些外來的物質像 這個Phenone 會沒有再吸收的一個機質 所以它是100%被排泄掉 那這個像骨口值 Vitamin這些其實 理論上應該要被再吸收回來 那它的這個Efficient 就是 骨口值是100% 那理論上應該沒有骨口值 會留在尿液裡面 那這個水的話 剛才講的說99% 就是180%大概有1到 只有剩下1到2L的尿液 就是每天 剩下的99%都再吸收 回到這個血液裡面 那這個再吸收 如果再來細分的話 照它不同的生小管區段 來看的話 這個近驅小管 它這個舉兩個力 所以近驅小管 會再吸收鈉離子跟水離子 那以鈉離子來講的話 近驅小管是吸收這個鈉離子最多的一個區間 它大部分的這個Tubes都會再吸收鈉離子 如果有除了一段它不會吸收 就是這個亨利四環的這個降質不會再吸收鈉離子 那它再吸收的路徑有細胞間 還有這個細胞間還有穿過細胞這兩種 那以這個方式來看的話 這個是細胞間 第一次細胞間 那其他A、B、C這三種都是穿過細胞的 那穿過細胞就要 它磨上有一些 相對應的這個運作蛋白 那第一種是這個SIMPOL 如果以這圖來看 第一種SIMPOL就是這邊紫色的這一種蛋白質 這邊右邊這邊的管腔是Tubule 是腎小管裡面的管腔 那左邊這邊是微血管 剛才講的Tubule、Capule或是Vesaleta 它再吸收就是從這個腎小管裡面 將物質移動到這個血管裡面 所以方向是由右到左 第一會遇到的就是腎小管的這個上皮細胞 腎小管上皮細胞在管內側 它其實有一些龍毛狀的突起 增加這個再吸收的面積 那再吸收如果要經過細胞的話 剛才講的第一個方式是SIMPOL 就是透過紫色的這個Channel 它這個SIMPOL 它是利用鈉離子的一個T度 細胞內鈉離子的濃度會比 這管腔內的鈉離子的濃度還低 那為什麼細胞內鈉離子的濃度會比較低 是因為這個在這個腎小管上皮細胞的底部 底部這邊或是側邊 它會有這個N-Type的一個Pump 第三個其實就是這個C這邊 它作用是在底部跟側邊的Membrane上面 那這個鈉甲N-Type就是每個細胞都會有 包括這個腎小管的上皮細胞 它主要是維持鈉甲濃度 細胞內的鈉離子比較多 細胞外鈉比較多 那使得因為這個N-Type這個Pump 它是耗能的 消耗了ATP的 它持續的將這個鈉離子和鈉離子 違反它的濃度低度 將它打到細胞外甲 打到細胞內 使得細胞內的鈉離子 濃度會比這個管腔的鈉離子還低 所以這個channel打開的話 鈉離子就會經由這個channel 這個通道進到細胞內 那因為這個channel它的特性是 在鈉經過channel進到細胞內的時候 它會同時將其他的物質也帶進去 那看是哪一種的這個SIMPOL 那其中 所以鈉 從這個 鈉皮基礎進來 這個是一個方法 然後還有第二個方法就是 鈉更輕的N-Type 然後畫在這邊 然後這個框框2的地方 這個是SIMPOL 然後這個是ANTIPOL 這個原理跟上面一樣 只是這個方向不一樣 那還是因為濃度低度的關係 由外跑到細胞內 比如說這個時候 它會將一個氫離子送出去外面 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在 剛才講過 在細胞底部或側邊的這個Pump 消耗ATP 將這個鈉打到外面去 這個是分布在 腎小管上皮細胞的底部跟側邊 那這個腎小管B 之間 這邊有一個Ti Junction 就是腎小管上皮細胞 之間的一個連結 那這邊有一些黏著蛋白 將它細胞細胞間緊密的聯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不太容易過去 不過還是有小部分的小分子 可以從這邊滲透過去 剛才講的第四個方法 就是細胞間的路徑 也有部分的鈉、水等這些 大家也會這樣直接衝過去 那 剛才講的這個是在底部跟側邊 側邊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Ti Junction的這一側 脖子在Ti Junction的下面 所以這個Pump的作用的時候 只會增加這一側的鈉 而不會去將鈉打到管槍裡面去 那最後就是在透過這個擴散的作用 滲透中回到微血管裡面 然後再離開腎臟 讓完成再吸收的步驟 第二個再講的例子就是水 腎小管 進區小管這個地方 也有很大量的水會被再吸收 這邊寫說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水的再吸收 是發生在進區小管 所以其實是主要再吸收水的地方 那它的機制就是透過水的channel 然後我剛才講的這個水channel 叫做Aquaprolin 這是一顆蛋白質 那它只會去潤水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透過這個 就是依照它的濃度 讓它通過細胞 那再來就是細胞肌炎的防止 跟剛才那一樣 然後在最後再移動到這個血管裡面 那如果圖來看的話 第一個 水分子通道 這是剛才那的 這是水的 這個東西就是水分子通道 然後因為外面水比較多 細胞內生透量比較高 然後水會跑 從水深透量低 就是水比較多的地方 往細胞內來擴散 經過這個水分子通道 那另外就是細胞肌炎的路徑 一樣 就是透過這個 台狀選這樣穿過去 最後就是這些水再跑回去到血管 然後回收回去 然後再吸收的它有一個限制 這個限制主要是 決定在有多少的這個運輸的蛋白 劉納的話 它有這個SIMPOL 跟ANTIPOL ANTIPOL 在畫這裡 就是這一類的蛋白 是有多少 這一類是主要的方式 當然細胞肌 這是比較少的 那主要的這個運輸方式 它就是 看它的這些運輸蛋白的量 那水的話 就是跟它講的 那個AQUABOLINE的量 所以這一類的 這個蛋白質越多 它就再吸收的量就越多 這個鈉還有這個胖鵝 這個也有相關 依照這些運輸蛋白的量 它有一個再吸收的上限 以GOOGOS為例好了 GOOGOS這個TM指是指Transport 這個Messing 就是運輸的上限 GOOGOS運輸的上限是每分鐘220mg 那這邊有個計算 GOOGOS進入這個聖小款 它是每分鐘125個mg 那它再吸收是每分鐘220mg 所以就所有的這個125mg都會被再吸收回去 那如果這個糖尿病的話 它的血糖濃度 如果這個高於220mgdL的話 就會超過這個量 這個量 以糖尿病400mg的血糖來講 超過這220mg 多出來的骨口就會流在尿裡面 就變成糖尿 這樣 這之所以是 這個之所以是220mgdL 就是指100mg的意思 因為聖詩球 每分鐘它還可以過濾的量 就大概100mg 所以每分鐘 所以 每分鐘過濾100mg的血腔 裡面的量就是 如果超過220mg 就會達到它再吸收的上限 所以 400mgdL 每分鐘過濾的量就是 400mg 就超過它220mg的上限 那每分鐘過濾的血腔的量 100mg 這個就是 成為GFR 這個等一下還會再講 那 深小管 進去小管之後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腎圓 這個loop 叫分離四環 這個分離四環 發生的再吸收的現象 就是像這樣子 它有一個降肢跟一個生肢 它講了 納離子唯一不會吸收的區段 就是 亨利四環的這個降肢 這個降肢 這個降肢 它還是有這個水的在吸收 那 深肢 則是反過來 你可以看到它有 納 綠花納的在吸收 可是沒有水 這個降肢 這個亨利四環它的功能 主要就是 產生這個濃度激度 使得 這個急尿管 可以 將 這個水 再吸收 去做這個 就是 讓 尿力變濃的一個功能 那 它的機制 就是 在生肢的地方 它沒有辦法 通透這個水分 就是水的通透性 在生肢的地方是很差的 這個 這個產生這個濃度梯度的部分 等一下後面會再講 講的詳細一點 那 因為這個濃度梯度 你可以看到這個急尿管 這個 這 裡面的數字是指 這個 聖小管裡面的 液體的滲透壓 液體滲透壓濃度越低 代表裡面濃質越低 一開始大概300 血液 本滲透壓 之前講大概 285 上下 所以差不多是接近血液 它經過這個 聖小 這個 亨利斯環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 它的滲透壓 其實 是會 這個 越往水直的地方 它滲透壓越高 這個是在管子裡面是這樣 管槍外面也是這樣 那這個 水直這個 會有一個滲透壓梯度 越往水直的滲透壓越高 那 急尿管是由皮直往水直這個 這個 行進的這個管子嘛 所以 裡面的 濾出液 它一開始的 滲透壓也是低的 可是 所以經過這個急尿管 它 滲透壓也會越來越上升 因為裡面的水分 也是會 往這個 滲透壓高的地方來做滲透 那這個就是水 在 最後這個 保存的作用 使得最後產生的尿液 它的滲透壓是 比較高的 這個是急尿管的一個功能 這個就是 遠區小管跟急尿管 那 遠區小管 跟急尿管 這邊的再吸收 它其實是比較受調控 相較於 近區小管跟 分立式管 來講 這兩部分 則 再吸收 多重是 比較可以受到 這個荷爾蒙調控 在後面會講 荷爾蒙調控的部分 那 那 這個 它主要 主要的是 這個 principle cell 它有這些 receptor 可以接受 荷爾蒙的調控 去調節 整個 上皮細胞 上面 的 運輸蛋白的量 透過 調節它的量 來調節 這個再吸收的 程度 那它就是 可以調節 體內 鹽 就是 離子 跟水的 平衡 那 只會 還有比較少的 一些 這個 intercalactic cell 它的功能 主要是 酸鹼平衡 這個在後面 酸鹼平衡的部分 也會講 可以看到 這個 遠區小管 跟幾尿管 它這邊 畫到 再吸收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它是透過 這個 主重運輸的方式 就是 前面 這邊 這個 納甲 ATP Pump 透過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腎小管的管槍 然後 納甲 ATP Pump 是在底部 跟側邊 這邊 它是一直 將納打出來 使得 裡面 納少 細胞內 納少 然後 這個 納在Channel打開的時候 自然納就會 往細胞內 來 做擴散 然後 再把它打出去 這個就是 納的再吸收 另外 納就是透過 剛才那個 Pump 主動運輸的方式 再吸收 水的話 就是 透過 Diffusion 透過滲透 因為 外面 這個 滲透壓比較高 水就 滲透出來 透過 滲透的方式 再吸收 那 分泌的作用 這邊 它的定義是 就是 將一些特定的物質 將它從 管槍裡面移到 血管裡面 這個 主要 在 在 進區小管 混濑 日環 雲區小管 都有 那 尤其 一些 這個 WEST 它的 移除 是有 這個 分泌的一個現象 像 Cretinin 激酸 和 尿素 在 酸鹹 瓶子痰的時候 也有 氫離子 跟 Bicarbon 碳酸氫 跟 離子 它會透過 分泌的方式 將它 排出 那 接著 再講 這個 第三個 部分 尿液行程 第三個部分 就是水分的 這個 conservation 將水 在這個 急尿管這邊 將水 再吸收 這個急尿管 的 這個 位置 你可以看到 這是 腎原 一個 剛才前面講 一個急尿管 最多可以接 八個腎原 所以 一個急尿管 其實是好幾個腎原共用的 它走向就是從皮脂 往水脂 來 進行 它有這個水的 這個 再吸收 使得這個 尿液 變濃的一個 功能 那它機制就是 剛才講的就是 就是水脂 它有 這個 鹽度 T度 它鹽分 濃度 比較高 所以 水就會從 急尿管裡面 往 這個 針透壓高的 這個 水質 來做 移動 那就造成水的 再吸收 在水質 部分的急尿管 那在水質 對水的通透性 是比這個 鹽分 比這個 綠化鈉還要高的 所以 可以看到這邊 畫的圖 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邊 綠化鈉跟水 它的再吸收 大概都是類似在皮質的部分 可到水質的時候 可以看到 比較多都是 畫水的再吸收 綠化鈉的量 就比較少 那 那水的摘修 就是因為 這個 外面 它的 滲透壓比較高 照成 畫出來 絲衣圖就是這樣 經過這一段 水質的 這個 極尿管 水質的 尿液 你可以看到 它的滲透壓最高 可以到 1200 這個 比較高滲透壓的 這個 這個 筋尿管 這邊 在修 是 透過 水質的部分 這個腎臟水質的這個細胞肌體 細胞肩 它的這個滲透壓是越往水質 滲透壓越高 那這個是如何形成的 是 其實 就透過剛才 亨利式環那一邊的作用所形成的 那這個機制又被稱為 Counter Current的 這個 Multiplier 因為它是一個 因為那邊 亨利式環它是一個 Counter Current 就是說 它是U型的 對 它的 那個 裡面 濾出液的 流動 會先往下 再往上 所以 下以上 就是 就是一個 相仿的 流向 就是 Counter Current 這個是 對象的 流動 就是 Counter Current 那經由這一個 這個 Loop 它是 會形成這個 緣分的梯度 所以 就是 這個 緣分的梯度 放大 的 原因 是 因爲 這個 緣分的梯度 越往 隨直的地方 它越高 所以就是將這個 緣分的梯度 放大 的 原因 那 康德克倫 就是 剛才講的 兩個 對象 的這個 流動 一個 就是 它這個 U型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上 它這個是怎麼作用的 主要就是 醬汁的部分 它是 水可以通透的 然後 這個 滴花納不能 生汁的時候 就反過來 水不能通透 然後 一些離子 可以通透 因為 有一些 Pump 跟Transfer 的Pro Team 在這邊 S 分子 的部分 那 它可以 使得 這個 水質這邊的 滲透壓 維持 比較高的一個 溶度 那 管槍裡面的 濾出液 它 就是 往皮質 就是流到 遠區小管的時候 遠區小管 是在皮質 那時候 它又會變稀 我們這邊 來看這個 圖的解釋 一開始 綠 注意到 亨利之環 的部分 的時候 你看這個 大概300 的 滲透壓 大概 很學意 等滲透壓 可是 它的 降質 是 你可以先看到 它的 深質 這邊 是 這個 綠花鈉 可以再吸收回來 所以這個 就會 將 裡面 變成 200 因為裡面 綠花鈉 被移出來 到外面 外面變400 納的 在西周 就剛才講過 它是 納甲 A-T-Pump 主動運輸 的結果 所以它 是可以違反 濃度T2的 那邊 畫紅色的 主動運輸 所以它 是可以違反 所以它在深質這邊 就是 能夠 將 納一直打造 這個 細胞尖質 的地方 因為細胞尖質 濃度 增加的 滲透壓 上升 使得 降資這邊 水分可能 通透的地方 它的水也 會往 細胞外 來移動 來這個 滲透 使得 裡面的滲透壓 也上升 所以這邊 所以 因為這個 納的移動 使得 細胞 外的 這個 滲透壓 上升 那你看 如果將這個 loop拉長的話 會變怎麼樣 那細胞 你可以看到這邊 深質的地方 一直將 納打出去 然後外面的 滲透壓 就是 這邊寫的 一直會上升 在降資的時候 它也會 收到外面 滲透壓 比較高的 影響 水分會往外 送 使管內的 滲透壓 也跟著上升 然後這個 現象是一直 累積的 越往下移動 它 累積送出去的 水就越多 滲透壓 也就越來越高 然後上去的時候 又會降低 因為這個時候 裡面 換至納 往外移動 水流在這裡面 越往上 納 移出去的越多 它的滲透壓 就降 越低 甚至到遠區 小管的時候 你看它這邊 其實 算是低滲透壓 低滲容易 低於300 滲透壓 算是非常稀的 一個液體 可是 它接著 就進入 急尿管 急尿管 就會 開始將水跟鈉移出去 再次的濃縮尿液 剛才講過 急尿管 在水質這一段 大部分 只有水會移出去 所以它的滲透壓 就會上升 這邊是 鈉跟水都有 然後 這邊就是 水 主要是水 所以它的滲透壓 就上升 那 這邊就是 康特科倫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上 那這個 除了 這個滲透壓提度 除了剛才講的 這個 綠花納以外 Urier Urier 也有 大概維持了40%的 滲透壓提度 這是怎麼作用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Urier 的通透性 主要是在 降汁 還有 急尿管 水質的地方 那 你看 急尿管 水質 這邊的尿液 因為水 往外移動 所以 它的滲透壓上升 代表 Urier 的這個 濃度 也是比外面來高 所以這邊有一個 這個 channel的話 Urier 就會往外來 滲透 往外來移動 那 在這個 降汁這一邊 會往內 來做移動 這樣子 形成一個 循環 大概有 百分之 就是講說 40%的濃度 低度 是因為 Urier在這邊 循環 造成 Urier的濃度 會比較高 所以造成 這個 水質的 這個 鹽分的濃度 包括Urier 它 那個 鹽分 滲透壓是比較高的 那 這個是一個 Continued Recycling 就是在 水質這邊 從這邊出去 從這邊 回去 等於 就是 有一部分的 Urier 一直在這邊 循環 那 旁邊 這邊畫的是 血管的部分 如果 在水質的 腎圓 旁邊是這個 Vesaretum 那 這個 血管的部分 它也是一個 Counter-Current 這邊叫 Counter-Current-Echange System 那 那這邊是說 它旁邊 就是 腎小管旁邊 是有這個 血管 這個血管 它不會影響 破壞 水質的 濃度 踢度 這個 答案是 不會的 因為它也是一個 Counter-Current的一個方式 可以看到 它這邊講 當 往下 這個Vesaretum 往下的時候 它是 水 往外 然後 這個 立花納 往內 這樣子 然後 上去的時候 就反過來 Vesaretum 往外 然後水 往內 如果 以這個圖來解釋的話 這個是 你看 一開始 雪 血管裡面的 血漿 它 推壓300 的話 到這邊 這邊 有一點上升 350 可是外面 是因為外面是375 的關係 有部分的岩 往裡面 讓它上升 然後水往外 流到這邊之後 又再上升一點 因為有部分的水 剛才出去了 然後有部分的岩 又往裡面 移動 那這樣一直累積的 它就一直上升到這邊 1200 跟這邊已經接近 跟外面1200差不多了 可是往上的時候 整個方向就反過來 變成說 裡面的岩的濃度 比外面高了 所以岩就往外跑 水往裡面跑 這樣子 這樣子 越來越上去 只有它的 滲透壓就越來越低 這樣回去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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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 這個Vesaretta 這個血管 你看到 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流動之後 其實它只有帶走 大概 25 這個滲透壓的 這個岩分 它沒有很大的 去破壞 這個 腎臟水質的岩分 大概 它只有帶走 少部分的一個岩分 這樣子 它這邊是稱 這一個血管系統 是 Counter-Colent-Exchange System 它大概只 就是 它的 就是 下去跟上去 剛好轉過來 最後 它只移除了 少部分的 這個 顏類 這個 尿液 的一些 function 這個 尿液 的一些 function 多尿 大於 一天2L 就是多尿 然後 可能你水喝比較多 或者是有一些 藥物 或者是剛剛講的 尿崩症 或者是 這個糖尿病 糖尿病 也會 尿比較多 然後如果 低於每天500 好稱就是 寡尿 那如果低於100的話 就是說 是無尿 寡尿可能是因為 你喝比較少 無尿 可能就是 有病變的 或者是 你脫水了 這會造成 這個 就是 一些 寒淡飛物 沒辦法排除 所以 尿毒症 那 這個 多尿的 原因 像說 這個 糖尿病 它有分 一二型 那這個是因為 尿液中 有 那個 糖分 使得 尿液 使得 它的 再吸收 就會比較 不好 使得 尿液變得比較多 所以 水分的再吸收 因為 尿液中 糖分 造成 滲透壓比較高 所以 水會跟著 流在 尿中 水的再吸收 就會比較 沒那麼好 使得 尿液 的量 就比較多 另外就是 尿崩症 就是 腦下水體 的損壞 使得 抗泥尿激素 ADH 那個分泌不足 抗泥尿激素 的作用 在後面 水的再吸收 的調節能源 會解釋 反正它的 作用 就是 增加水的再吸收 才能 抗泥尿 那 少了這個抗泥尿激素 之後 尿的產量 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 糖尿病 跟這個尿風 是不一樣的 雖然名字 有一點類似 可是它的原因 是不同的 那都會造成尿液 比較多的一個現象 這個是 利尿劑 增加尿液的量 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增加過濾的量 就是 過濾的量 這邊 聖絲球的過濾率 簡稱GFR 聖絲球過濾的量 就是妙逸形成的第一個步驟 增加的話 妙逸也會增加 第二就是減少它的再吸收 那這邊兩個例子 第一個 是咖啡因 它可以 讓 這個 進球的這個 動脈 舒張 那 進球的動脈 舒張 會增加 進聖絲球血液的量 增加 進球 聖絲球血液的量 就會增加 GFR 增加聖絲球的濾過濾 那這個就是 第一個 原因 這個是咖啡 咖啡因 可以利尿 那第二個 酒精的話 它是會抑制腦下水體 ADH的分泌 那ADH 的作用 之後會講 它是 增加水的再吸收 抑制ADH的作用 就是 減少水的再吸收 就是 鼻液這個作用 減少再吸收的量 那這個如果要計算的話 可以這樣子 尿液的形成 這邊是四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過濾 再來再吸收 分泌 最後就是排出去 所以這個排泄就等於 過濾 一開始到包子腦裡面的量 減掉腎小管裡面再吸收的量 再加上分泌出去 分泌到腎小管裡的量 最後就是這個排泄量 排泄量 排泄量代表的是一個物 以一個物質來講的話 它的排泄就是清除 可以算它這個物質的清除率 就是單位時間 將某一個物質從血管中移除的速率 那過濾 那過濾的部分 就是剛才講的Java 就是聖絲球的濾過濾 甚至我過濾的量 就是單位時間裡面過濾多少的血漿到包子腦裡 那這個是清除率的部分 如果你這個某個物質 這邊是指1N就是菊糖 這個物質 這個物質體內不會生成 所以主要都是從體外測去 如果要測這個腎絲球的濾過濾 最理想的物質就是這個菊糖 我們可以利用菊糖的清除率來偵測這個腎絲球的濾過濾 因為這個菊糖 我們如果將它注射到體內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假設它流到聖絲球的時候 它的特性就是說它可以100%的過濾 所以有多少體積的血漿 就是那個水分子 過濾出去 它就會有等量濃度的菊糖被過濾出去 所以它這個示意圖是畫這個框框 就是濾出去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就是聖絲球的這個過濾 每分鐘100毫升 過濾這個量 那因為菊糖它沒有再吸收 所以它減掉再吸收是0 它也沒有分泌加上這個也是0 所以過濾多少就排泄多少 百分之百的菊糖排泄 那我們可以從尿液 就是收集的尿液去測 菊糖的濃度 就可以算出來 它的算法就是這個尿液的濃度 菊糖的濃度乘上這個尿液的流量 就是菊糖在單位時間裡面排泄的量 會等於這邊過濾過去的量 就是過濾的這個速率乘上這個雪浆的濃度 那這個腎臟的清除率 它的定義就是 我特定的物質 它被在1分鐘裡面被移除的量 相當於是移除了多少雪浆裡面的這個物質 是以這個雪浆體積為作單位 那這邊我們有幾個素質就是尿液中 這是以尿素為例 尿液裡面有這個尿素 它的濃度是這個6.0 那單位時間產生的尿液 就是尿流量 是每分鐘2毫升 所以每分鐘由尿液排出去的尿素 就是6乘以2 12毫克的尿素 那雪液裡面尿素的濃度是0.2 就是每毫升0.2毫克 那每分鐘排出12毫克的尿素 除以這個雪液裡面的濃度 就是等於每分鐘可以排出 60毫升的雪浆裡面的尿素 那這一個每分鐘60毫升的雪浆 這個就是尿素的清除率 就是每分鐘可以清除60毫升雪浆裡面的尿素 這是尿素的清除率 那這個骨口石的清除率大概是多少 骨口石理論上應該是完全會被再吸收 所以它清除率應該是0 就是在尿液裡面的濃度應該是0 所以A是0的話 這個清除率應該就是0 那這個GFR又是什麼 GFR就剛才講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過濾 濾過濾 或是過濾濾 那我們通常是用剛才講的那個橘糖 來測這個濾過濾 為什麼 因為剛才講說橘糖的特性就是它 可以完全的過濾 然後沒有再吸收也沒有分泌 所以 以前面這個來講就是因為它完全過濾 然後沒有再吸收沒有過濾 所以這兩個是0 那它的清除率就會等於這個濾過濾 清除率我們可以算出來 以這邊給的這個數值 尿液裡面橘糖的濃度是30 尿流量就是每分鐘產生2毫升的尿 所以每分鐘排出去的橘糖就是30乘以2 是60 然後雪浆裡面测到的橘糖濃度是0.5 所以60初以0.5就代表每分鐘可以清除 120毫升的雪浆裡面的這個橘糖 這個是代表橘糖的清除率 那因為橘糖清除率等於濾過濾 因為它沒有再吸收跟分泌 所以 那個 那個 腎脹的濾過濾就只等於 每分鐘有120毫升的雪浆被 過濾過去 也就是代表這個GFR 這個 那這個是說 U-ENU-LIN的清除率 是等於濾過濾是 什麼原因 就是剛才說 它沒有再吸收跟 分泌 那如果這個清除率低於GFR 像剛才一開始算的 尿素,每分鐘60毫升 代表什麼?就是它有再吸收 它有再吸收 如果清除率比Grebron還高,代表什麼? 它可能沒有再吸收,而且它還有分泌 像是Quitinin,基酸肝 其實它是有少量的分泌,使得它是比120還要高 它過濾了120,可是有20是因為分泌的作用 來排泄 接著是講 輸尿管跟膀胱 輸尿管,這個是它的位置,就是腎臟,就會有兩條輸尿管 下面這個是膀胱 那這尿管它是剩餘這邊延伸出來的 它穿過這個腹腳 然後到骨盆腔裡面 然後進入這個膀胱 它大概有25到30公分長 它是由三層的Tissue組成 最外層是比較纖維化的Tissue 就是維持它最大的一個形狀 然後中間有一層平花基 有這個平花基層 這邊看到的細胞主要就是平花基 然後裡面有一層上皮細胞 那它是屬於 疑心上皮細胞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擴張 接著這個是膀胱 那接著這個是膀胱 一樣它也是有三層的 最外層就是這個結地組織層 中間這一層一樣它也是平花基細胞 它這邊是講說有三層的平花基 那這個平花基就叫做這個B尿基 然後對面一層有一個隱形上皮細胞 這個還有 這個上面還有一些mucous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這個是膀胱 那這是酥尿管 下面這個是尿道 然後膀胱下面有這個闊葉基 這個是內闊葉基 內闊葉基大概在這裡 然後這外面的闊葉基 那這個內闊葉基它也是平花基 跟膀胱的這個B尿基一樣 然後外闊葉基是骨骼基 它是這個 它不是那個 液式可以去控制的 它是在比較上面 就是在這裡 然後外闊葉基它是骨骼基主人 它是這個液式可以控制的 它是在下面 它是在下面 所以它一個闊葉基收縮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尿道給塑緊 那這個也是內闊葉基收縮 就是把膀胱還起來 那 那 這個是 這邊這三種肌肉 這個B尿基跟內闊葉基都是平花基 然後外闊葉基是骨骼基 那它們受到的控制不太一樣 這個 可以看到B尿基它是受到腹膠感神經控制 腹膠感神經活化的時候 就是 在要排尿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興奮 這個時候會刺激B尿基 就是膀胱中間那層平花基 那平花基收縮的話 這個膀胱就會縮小 它就會將裡面的尿給逼出來 所以它叫做平面尿基 所以當你要排尿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活化 然後會造成膀胱的收縮 那你在那個 在沒有要排尿的時候 就是在B尿基的時候 就是在B尿基的時候 這個腹膠感神經是受抑制的 那這個時候是舒張的狀況 那這個內闊葉基 它是受到膠感神經控制的 那膠感神經活化 它會造成它收縮 我在平常 在B尿基的時候 它是膠感神經是佔優勢的 那這個時候內闊葉基是收縮的 尿液是不會流出來 那在排尿的時候 膠感神經就會受抑制 反過來是負膠感神經 造成B尿基的收縮 那對下面的外闊葉基是骨骼基 它就是受到這個 這個 疑似的作用 就是你如果想讓它收縮 它就會收縮 讓它舒張 就舒張 在排尿的時候也是 理論上應該是讓它 舒張的狀況 才可以尿出去 那這個 膀胱裡面如果有 200毫升的尿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刺激 膠胸病院的千張 受器 傳異訊號到中樞神經 會產生一個反射 的一個 這個收縮 就是那個B尿基 就是會有這個排尿的反應 那排尿的反應 這時候腹腳感會腐化 腳感會受抑制 B尿基會收縮 內褲衛肌會舒張 這樣子 那這個是排尿的動作 排尿的反射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